宇宙膨胀使日地距离增加,人类发展进化了二百多万年至今,也仅在二三百年前,才开始进行日地距离的测量,宇宙浩瀚无穷,可观测宇宙范围,已经达到921光年。 即使宇宙膨胀速度很大,但是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,计算出膨胀系数,在日地之间这个微不足道的距离上,请原谅我这么说即使是膨胀了,现在的科学技术应该也是测量不出来的。 当然以上仅是我的猜测,太阳系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平衡态,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当我们拉扯一个物体实质变长,你会认为把中子和质子拉开了吗? 合力把它们牢牢的束缚在一起,简简单单的拉扯根本对它们造不成任何影响,即使是拉断了,你会认为,你把一个原子扯断了吗? 对于太阳系来说,所有的行星在绕太阳公转,整个系统在万有引力的牵引下处于动态平衡,即使是宇宙在加速膨胀,看不见的手暗能量在推动太阳,地球等,也仅是作用在整个太阳系上,作为一个整体交迫在宇宙的长河中,作为宇宙加速膨胀的推手,暗能量的作用机制和万有引力相反,在长距离上作用明显。 换句话说,在日地之间这个距离上,暗能量的作用忽略不计,宇宙膨胀说白了就是空间的膨胀,也就是物体都在彼此互相远离。 但是地球与太阳为什么没有彼此远离呢?首先要知道太阳是有引力的,其引力非常强大,它的引力可以束缚太阳系所有的物质。 因此太阳系所有的物质,才得以围绕太阳旋转,这样才能使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不再远离。 如果说太阳的质量在快速下降,其对地球的引力也会随之下降,那么地球将会远离太阳。 恒星之间也是如此,在我们银河系中所有的恒星,都是为了银河系的中心旋转。 由于银河系中心引力的作用,才是对银河系内所有的恒星,都不是在彼此远离,而所以互相彼此远离的只有星系,一尺的腰身变成了两尺。 你难道要怪宇宙的膨胀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